吉安湘南海三街12号凌晨发生了一场夺命大火 强烈的火势迅速延烧 总共拨齐了8户人家 其中报案的18岁江姓高中生却意外面丧火窟 造成了一死三伤 令家属难以接受 而详细的起火原因还有待紧交做进一步调查 大火从建筑物里持续窜出起火民宅不断冒出浓烟 消防队员冲进火场救出起火点民宅内 受困的民众 36是谁 36往那边跑了 跑了 往那边跑了 36往那边逼的 34咧 有没有 30速烧掉吧 不是人呢 人呢 人没有出来吗 消防队员清点人数发现起火点住户 还有一名高中生下落不明 消防队员马上再进入火场 在起火点的二楼发现逃生不及的高中生 六名民众受困在住宅里面 那总另外有两位是自行逃出 那另外有四位的话是由我们消防队员来 三位是救出 那目前有一名高中生 不幸遗难 消防队员 消防队员救出起火点住宅屋主江系男子 还有二十五岁的大女儿 不过住在二楼的高三小儿子 逃生不及 葬生火箍 你刚才有听到什么声 没有听到 没讲完 太大声 对 应该只有六名 对 准备开始了 听人说好像是三十四号 应该七五 那两间三十二号两个 是从车子烧吗 还是是从 都里面里面 里面烧到车子 花莲吉安乡 凌晨时分发生大火 造成一死三伤的惨剧 根据目的者指出起火点 疑似位于一楼车库 至于详细起火原因及财务损失 还要后续调查厘清 记者徐立行 花莲报导